加密貨幣平台FTS的創辦人 班克曼弗里特 他因為竊取客戶80億美元 大約是2550多億台幣的資金 在28號遭到了曼哈頓聯邦法院 判處25年的有期徒刑 法官除了判刑之外 還判他必須要繳交110億美元 大約是3500多億台幣的罰款 那麼班克曼弗里特 他在法庭上坦承FTS的客戶飽受折磨 還向FTS的前同事表達歉意 不過他始終不承認自己犯罪 還說會上訴 法官卡普蘭也指責班克曼弗里特 毫無回憶 他在法庭上坦承FTS的前同事表達歉意 他在法庭上坦承FTS的前同事表達歉意